這是4月26號的衛星照 原來美軍的驅逐艦 一路上都跟著遼寧號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了南海去 請問一下正號 請問一下宇昭老師 這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艦其實很模糊 但是專家一看就知道 對 我還是補充一下 剛才英日的演練 在政治上的意義是什麼 還記得在20世紀初的時候 大英帝國為了因應 亞洲地區有兩個國家的崛起 其實不是日本 那時候崛起是因為 大家上下歷史 八國聯軍的時候 有所謂的二德法三國干涉環僚 也就是德國跟俄國 在太平洋軍事的崛起 所以說那時候英國 在美國沒有崛起之前 開始海曬霸權 他就搞一個權力平衡 1902年叫英日同盟 這英日同盟很重要 為何很重要 將來的日俄戰爭就發揮了效果 因為當俄國的波羅地亞艦隊 要到亞洲來開戰的時候 英國就說 基於英日同盟 我不讓俄國艦隊走蘇伊士運河 就多走了三個月 以疫代勞 這是過去的一個故事 可是可不可以象徵 新的無形之中的 新的英日同盟正在發生中 只是過去是為了對抗 俄國跟德國的決定 現在是為了對抗中國了 第二個全世界都在問這件事情 遼寧號到底在哪裡 因為現在的電偵機 還有衛星照相蓬勃發展的當下 其實不要美軍秀那個照片 美軍秀那個照片是給中國人民解放軍 或者中國海軍難堪 其實是會無所遁形的 我們先看這張照片是最新的 陸線圖 因為4月23號中國海軍節 那時候它不是有一個大外宣嗎 說1加6的遼寧號的航母打擊群 出了所謂第一島鏈 我認為那個是後製的 哪有在4月16號的時候 才穿越宮古海峽第一島鏈 那一定是先前拍的 那想辦法把它好來無話 然後做大內圈 讓小粉紅覺得很開心 中國海軍站起來了 但是它的軌跡在最近非常詭異 就是說遼寧號前陣子說 它失去動力 又是說它被拖回 這海南島的三亞軍港不是的 它一直都在南海的附近 繞繞繞繞繞繞繞 你看它的軌跡是這樣走 然後又打轉 然後又往南 然後再打轉 其實最新的4月25號 它是在巴士海峽略靠西的地方 放大起來看的就是這張照片 但是這張照片又要告訴它一個事實 這次不用等美軍公布 然後再下架 簡單來講 美國的兩艘驅逐艦 一個是伯克級的 剛好又穿插突入 在這一個航母打擊群的中間的位置 我們發現這都顯示 是你看南昌艦又出現了 055 然後0號 然後呢它有054 還有052 我剛才說過這些東西 大家立刻都會上網去Google 什麼叫055 什麼叫054 什麼叫052 往前看前幾集的94 055 你們就會知道 對 對 頓衛跟它的艦照還有同級艦 大家都說得非常清楚 我也要幫日本洗笑一下 像剛才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初雲級的同級艦叫加特號 然後呢日向級的同級艦叫伊士號 這四艘是日本現在最重要的準航母 好你想想看這些照片顯示什麼 用老公的話來講 對 你不是包水餃美國的海軍艦隊 是美國的海軍這兩艘呢 驅逐艦呢突入啊 你的編隊的中間 所以呢這又是另外那張照片的翻版 那張照片我們只是看得非常的Dramatical 非常戲劇化 翹著二郎腿 然後呢看四公里外 但是呢真實的從高空來看 他們所處的戰鬥位置或是position 相對的位置 那麼呢美軍居然在遼寧號 基本上啊的中間 或是呢在這些護衛艦啊的中間 這叫什麼 這叫如入無人之境啊 所以說遼寧號的一舉一動 甚至呢遼寧號是否有拋錨故障 我說呢連那個郭文貴 雖然郭文貴先生報的料 我都要打個幾折 他說啊 剛才我們的禁文大哥說 那個是美軍支援F35B對不對 郭文貴直接跟他講 那個千十五啊的那個 那個駕駛員啊 根本不是中國人 那是俄羅斯人 哈哈 我有點好奇啊 你怎麼知道呢 我不知道你從哪裡看到 那個駕駛員是俄羅斯的 這個空軍的駕駛員 他的意思就跟他講說啊 中國這個上面的千十五 要起飛呢 中國沒這個能力 我相信郭先生黑 這個 或是堅決的反攻意識 非常久 但這個新聞我持高度懷疑的態度 如果這個新聞是真的 那麼那就要上權辱國 我要做好的大內宣跟大外宣 結果呢 連航母起降的飛機 你可以說那個飛機啊 是山寨版 是逆向工程 是模仿蘇聯的 但是你不能告訴大家 或是被證實說 那個飛機連起飛都要俄國的 這個呢 飛行員呢 來幫你駕駛 所以呢 這是有趣的現象 反應什麼呢 大家都非常關心 全世界現在最有名的軍艦叫什麼 叫遼寧號 真的 這個一定要問一下艦長 雖然這個圖 已經小到看不清楚 我們把它拉出來 但根據文字敘述是 這一艘901綜合的補給艦 就插在這個遼寧號的中間 只是 為什麼在旁邊有這麼多 解放軍的驅逐艦 旁邊應該一架都沒少吧 這樣的狀況之下 美軍的驅逐艦還能插得進去 而且是伯克級的 有可能嗎 事實上是可能的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衛星照片 但是呢 因為這張圖缺了一個比例尺 告訴我們距離是多少 那我這裡有一張參考的圖 是2020年的 這一艘其實是美力艦號 它就是很像075的 相對於美軍的兩棲攻擊艦 那你看它這旁邊的船 距離其實都非常遠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因為它這裡提供了一個比例尺 大概多遠 這裡是5公里 那你看這個距離 你看它這5公里 它這裡可以拉到10公里了 所以其實他們這樣子突入 其實不是太意外的一件事情 但是這張圖又告訴了我們 另外一件事 什麼是它其實非常忌憚 我們中華民國的熊二或熊三飛彈 為什麼這麼一件事呢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第四號位置 是成都號跟太原號 那那一個其實是等於是一個疏開的一個重隊 也就是它其實是接近台灣東部海域的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箭頭的那個位置 它是不是有個台灣 然後上面有一個點 那個位置就是它現在的點 那它的遼寧號反而是在右手邊 也就是遼寧號是在成都跟太原的保護之下 那也就是說它其實通過了巴士海峽 往東走的時候 事實上來講 它是非常忌憚我們的那個 暗制的那個工船飛彈 它是射程射得到 對 但是它也就是 一通過巴士海峽之後 它立刻就開展開了230公里 因為這一張圖 實際上在Google的距離上面 或量過它超過230公里 它為什麼要展開230公里 這就跟我們的熊二熊三飛彈的射程 其實有一定的關係 它希望遠離這個 我們熊二熊三飛彈的一個射程 這也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為什麼那個英國 遠從歐洲來的那個艦隊 它不穿越台灣海峽的主要原因 了解 請問那請教一下鄭大哥 因為剛剛建長講得很清楚啦 只是如果網友不知道這個位置圖 這裡 台灣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這下面都巴士海峽 這一張外媒流出來的照片 是寫菲律賓海 所以大概是在這個區域 昨天是26號嘛 25號就在這裡 這個是放大圖 這個是close的圖 但是請教 假設美軍插進去 剛剛建長講說 其實很容易啦 可能距離拉得也蠻遠的 那麼目的是什麼呢 它為什麼要一路跟著遼寧號 美軍其實就展現了 就是它有足夠的兵力 能伴隨你 那監控的這個行動 其實我必須講喔 從2014年開始 中美有訂定海上相遇的準則 還有不預期相遇的規範 不預期相遇 對 它是管制在兩軍的空中兵力 海上兵力 你在海上空中不預期相遇 你要怎麼避免碰撞 避免像2001年極端的那個案例 南海撞擊事件 也因此這種 你插到我艦隊裡面 進行誤害通過 我插到你艦隊裡面 觀察你的這個演習 其實這對於中美兩國海軍 這幾年是這個稀鬆平常 也因此我們過去來赫然發現 美國海軍公布的一些官方照片 遠遠的地平線 居然有一艘老共的情報船 或者巡防艦在那邊監控 這種圖片已經很多了 也因此這次中共的這些艦隊 遼寧艦隊做操演 美軍艦隊在裡面 其實你只要不妨害我的相關的操演 運作我也就讓你 因為畢竟我們是在公海 但是從這樣的事情 其實也可以看到 儘管中美兩國 檯面上好像相互秀肌肉 很緊張 但事實上他們都是把相關的風險 控制在這個非常低的狀況 再沒有打仗 或者再沒有釋出敵意的狀況 就是你做的你的 我做我的 這就是為什麼 中美兩國在關係上 形成一個鬥而不破的關係 剛才我們講到 艦長就講說 他這個編隊怎麼走 我必須說 這是叫做所謂的編隊邏輯 也就是他一個打擊群 他到相關的海域 他比較考慮到 敵情的威脅方向 他針對這方向 他調控主要的護衛艦 屏障這個 比較容易受威脅的地方 因此他在航行的時候 不同海域 他的艦群的編組 比如重點的護衛艦 比如防空的或反潛的 或者其他功能的船艦 他的位置都會有所不同 就是基於敵軍的需要 這對於海軍操演來講 特別是這種世界軍有海軍 他這是一個基本功 我也是在航行的時候 我也是在航行的 我也是在航行的 所以說,你也要不算 這一個人的航行